先会爱自己 再去爱别人 欢迎收听阅读查方 跟闺蜜在商场逛街 却在柜台拐角处 看见了正在出差的老公 25号是你的生日 想要什么礼物 顾志明看着江蔓颖 笑意满满 结婚三年 直到今天我才知道 原来我和老公的结婚纪念日 是他初恋的生日 钻在手心的指甲掐得生疼 我很想上前去质问他 每年的结婚纪念日 他到底纪念的是谁 是我们幸福婚姻的开始和延续 还是他和初恋过往的遗憾和悲情 明明他就在距离 我前方三四米的位置 而我的脚 却像生了根一样无法挪动 因为我看见老公顾志明的手里 牵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 模样竟还有几分像她 我就这么呆呆地看着 说不清心里是什么滋味 无数的疑问在脑里子盘旋 江蔓颖是什么时候 从国外回来的 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联系的 又是什么时候有的孩子 看这孩子的年龄 应该是在婚前就怀上的 直到闺蜜悠然端着刚做好的奶茶喊我 阿渝 在看什么呢 我伸手接过奶茶 收回视线 没 没看什么 给奶茶插上吸管 送到嘴边我才想起来 我怀孕了 奶茶对胎儿不好 上一个孩子就是在喝过奶茶后梅的 为此顾志明整整生了我一个月的气 他最喜欢孩子了 做梦都想有个孩子 可他现在已经有孩子了 应该不会在乎我这个了吧 突然看见我拿起奶茶又放下 面露疑惑 怎么不喝 这不是你最喜欢的奶茶吗 怀孕了 喝不了了 我轻咬脑袋 无奈地笑了笑 真的吗 苍天有眼 你终于怀上了 顾志明知道吗 还没告诉他 今天刚拿到的检查单 我本打算晚上给他一个惊喜 但现在看来也许是惊吓 那我们不逛了吧 你早点回去 给顾志明一个惊喜 这些年你可遭老罪了 这下好了 得偿所愿 我点点头 是得偿了 但不一定是所愿 三年前刚结婚时 我和顾志明曾有过一个孩子 但在怀孕两个月的时候 我中午贪吃 喝了一杯冰奶茶 下午肚子就开始隐隐作痛 去医院检查后 医生说胎心早停了 不得已留掉了 虽然医生一再解释 是胎儿自己的问题 跟奶茶无关 但顾志明依旧把责任 怪在奶茶上 为此还强制我一年 不许喝奶茶 后来为了哄好顾志明 我特别积极地备孕 戒掉了一切垃圾食品 可肚子却始终没有动静 这些年 我打了无数醋运针 喝了不知多少中药调养 才有了如今这一台 哦 秋然惊呼一声 然后把手机戳到我脸上 阿渝 你快看 姜曼颖回国了 还是带着离婚证回来的 我接过手机 慢慢翻看着她朋友圈 有些人 纵使多少年过去 都始终忘不掉 既然忘不掉 那就去把她找回来吧 蔓莹 加油 佩图 暗红的离婚证 依旧明艳秀丽的自拍 以及本事的定位IP 阿渝 她上面说的这个人 不会是你家志明吧 她们当初可是爱得轰轰烈烈 我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 你看她发的时间 是两天前了 这段时间 你可得把你老公看紧 可别让她们碰面 再来个死灰复燃什么的 我善笑一声 都没有死灰 哪来的复燃 人家俩一直都联系着呢 还养育着共同的孩子 说不定多余的那个 是我 我从高中开始暗恋固志明 后来上了同一所大学 从进入大学开始 她的光芒就无需隐藏了 电吉他 街舞 对唱情歌 帅气而张扬 这些在高中严令禁止的事物 在大学反而成了人人追捧的潮流 迎新晚会上 校文化节上 公开课的即兴表演 每一次的才艺展示 都会使她声名大噪 数不清的女孩前扑后继 对她表达着爱意和亲目 而我就不一样了 他们都是大学 才看见她的魅力 而我高中就知道了 高中时她住校 我走读 为了给她带校外的灌汤包 我每天要早起一小时 骑着自行车 穿过清冷的街道 赶着新鲜出炉的第一锅 紧紧雾在怀里 赶回学校 放在她抽屉时 都还是热的 一坚持就是三年 只因无意中 听到她说 喜欢吃城南那家的灌汤包 学生时代的喜欢就是 你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 但其实全世界都知道 当然她也知道 可她依旧选择和姜曼颖在一起 校花配教草 郎才女貌 天作之和 抛开我对顾志明的感情 就现在来看 他们也很登对 大学期间 我依然默默为她付出着 她打球我送水 她表演我呐喊 连室友都看不下去 让我换个墙角娃娃 可我就是倔 大四那年 学校表白墙上 姜曼颖晒出了订婚戒指 直到那时 我才彻底死心 决定把青春的爱意 全部埋葬 毕业后好好生活 可老天爷就是喜欢调戏人 在你放下过去重新开始时 用伸出手把你往回拽 顾志明突然出现在 我们大四的散团聚会上 没怎么讲话 一直喝酒 眼睛通红 不出意外的她醉了 社团的老友们 都知道我对她的感情 顺理成章地 让我送鸣鼎大醉的她回家 那时她已经搬出学校了 自己租了公寓 好巧就在我家隔壁 她醉醺醺的 步子也迈得东倒西歪 头脑却尚还清醒 沈渝 我把她放倒在沙发上 嗯嗯 你醉了 我送你回来 起身准备走时 她突然拉住我的手 我们试试吧 来不及反应 就被她压在了身下 至今也没想明白 试试吧 是代表我喜欢你 你愿意做我女朋友的意思吗 我本以为那天 是我多年的暗恋开花结果 后来才知道 不是的 是那天的日子太过特殊 特殊到她急需用 另一人的身体 来塞满胸腔 在这场感情里 我极不自信的原因 就是因为从一开始 就没有得到她坚定的爱意吧 她像是我不小心偷采来的珍宝 不敢炫耀 小心呵护 生怕被人抢走 而我则是她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和过度 道别秋然后 我准备打车回去 刚出商场门 就看见江曼颖 站在太阳下 打着伞 笑语奄然 志明 我就随口说说 不是真的喜欢这双鞋的 顾志明手上拿着鞋子 吃笑了声 少骗我 你喜欢什么都写在脸上 还跟以前一样 江曼颖嘴里 说着不用麻烦 但依旧乖乖 让顾志明 帮他把新鞋换上 脸上戴着甜蜜的笑 志明 你会是个好丈夫 顾志明 换鞋的手顿了一下 不知道在想什么 嘴角依旧带着笑 嗯 我心里一紧 好似有顿刀拉过 这句话 我也曾跟顾志明说过 我家里重男轻女严重 在知道我恋爱后 母亲就百般打听 我男朋友的家庭条件 在知道还不错后 更是狮子大开口 要五十万彩礼 而那时的顾志明 才刚刚毕业 在我第六次 被母亲逼到崩溃大哭的时候 顾志明直接掏出六十万 帮我跟家里买断了关系 那是他母亲 提前预知给他买房子的钱 他就这么替我赎了身 我曾问他 你就不怕我跑了 你现在连房子都买不起了 顾志明笑嘻嘻地捏着我的脸 你敢跑 相信我 给我两年 一定给你一个家 我心里瞬间像被塞满了棉花糖 软软的 甜甜的 我捧起他的脸 认真地夸他 志明 你会是个好丈夫 他当时没有接话 但现在却回答了别的女人 我想我该走的 现在过去拆穿他们 自取其辱的会是我 而不是姜曼颖 但姜曼颖看见了我 阿鱼 她眼睛一亮 仿佛看到多年的好友 我转身想走 却还是慢了一步 被姜曼颖拽着手叙旧 我全程没有笑脸 生着闷气 我气顾志明对我说了谎 却还如此坦然地面对我 哪怕他有那么一瞬间的心虚和慌张 都不会显得此刻的我那么的无足轻重 我将手抽出 力气并不大 但他的身体却歪得那么厉害 在他即将摔倒在我面前时 顾志明抱住了他 他促着眉看我 阿鱼 蔓影他身体不好 所以 狼狈的人 真的是我 鼻子像被人打了一拳样的酸涩 我捏着拳头 指甲陷入掌心 死命地咬着嘴唇 忍住眼泪 半晌 我松开手心 长舒一口气 是我的错 对不起 这样 可以了吗 顾志明 我以为我到完歉 会潇洒地转身离开 但我高估了自己 最后一句话明显带着哽咽 眼泪顺势流淌 看到我哭 顾志明眼里终于出现了慌乱 我松开江曼的手臂 想过来 拉我 阿鱼 我指示 我往后一退 将手背在身后 抵触得厉害 别碰我 别用碰过其他女人的手 碰我 顾志明的手就这样僵硬地停留在半空中 江曼影看了我一眼 顺势将她空着的手往下摁 阿鱼 我现在是志明的合作方 我们来商场是为了给甲方挑选礼物的 都是工作关系 希望你不要多想 如果你觉得不开心 那我们今天就先逛到这里 志明 我带着音音先回去了 你好好跟阿鱼解释一下 不要发脾气 江曼影回头喊了在旁玩耍的女孩 转头走得潇洒 她真的很聪明 懂得示弱 惹人心疼 而纠缠 小气 不分场合的人 才最让人厌恶 比如我 阿鱼 我和她真的只是合作关系 为什么骗我 什么 顾志明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你早就结束了出差 为什么骗我说没结束 你明明就是在为她挑选生日礼物 为什么骗我说为客户选礼物 顾志明 你嘴里到底还有没有实话 最后的话从嗓子眼里挤出来后 我抱着膝盖蹲在地上 哭得不能自已 回想起在做第一份工作的时候 我把一份数据搞错了 写错了小数点 导致公司要损失上百万 我吓傻了 其实这个事情 整个团队都有责任 我只是基层的报数员 上面这么多层领导审批都没有发现 但问题爆出后 从领导到老员工 快速达成一致 把锅甩在我身上 开除都是小事 最主要的是追责赔偿 我当时知道领导的决定后 躲在楼梯间给顾志明打电话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顾志明一直很耐心地听着 我以为他听完后 肯定也会怪我 怪我蠢笨 怪我什么事都干不好 但是他没有 他温柔且坚定地告诉我 别哭了 我有办法 相信我 我不会让你受委屈 他当时还在外地出差 却开了一晚上的车 赶回我身边 我哭累了 昏睡过去 醒来就看到他坐在床头 和着眼紧紧握着我的手 我想抽出来给他盖被子 但一动他就醒了 见我一醒 立刻把我拥入怀里 别怕 我在 后来他教我做了一个陷阱 用语言诱惑甲方 让他们误以为 我私事故意给他们 报错了数 就是为了把低质的产品销售给他们 甲方很生气 说我私看不起人 单方面撕毁了合同 要重签 后续的事情都很顺利 领导也因为这件事 多给我发了两个月的项目奖金 但我对这家公司已无好感 拿到工资后就提了离职 回想往事 眼泪更加汹涌 我哭到咳嗽想吐 胃里一阵阵抽筋 不是觉得刚才的处境 有多么难堪 我只是想不明白 人为什么可以 背信弃义地如此轻而易举 当初说我在 别怕的那个男人 现在不站在我这边了 我相信爱 但爱会转移 回到家 顾志明将他的手机递给我 这是我们全部的微信聊天记录 你可以随便看 真的没什么 我已经倦了 没有任何去看他手机的欲望 我不哭了 也没闹 也不发脾气 只是不想说话 结果他脾气上来了 你要闹到什么时候 我上午刚回来 只是还没来得及告诉你 江曼颖就来找我谈工作 他一个人带着孩子 还要出来工作 也很不容易 他不容易 那意思是 我容易 从头到尾 都是我在无理取闹 我很想去吵 但是没有力气 刚怀孕 我很容易疲倦无力 我依旧懒懒地窝在沙发一侧 顾志明得不到我的回应 突然发起狠 一把将我拽起 你还要我怎么做 你才满意 现在删掉它是吗 还是拒绝和它合作 把到手的钱拒之门外 你到底想我怎么做 我像一块破旧的娃娃 被它随意摇晃着 直到我忍不住呕吐出来 它才放开我 轻轻抚摸着我的背 从上到下 一下又一下 身体不舒服 怎么不早说 那张臂超单 此刻就静静地 躺在我的手提包里 但我不想再拿出它 我的倔脾气上来了 如果它连我都不在乎了 又怎会在意我肚子里 还没成形的胚胎 一天都没吃什么东西 只吐出来一些黄胆水 顾志明把我抱到床上 轻轻揉着我的胃 又没好好吃饭是不是 怎么总是既吃不既打 上次胃病住院 受得罪都忘记了 等着 顾志明塞了一颗糖果 在我嘴里 转身去了厨房 我是工作后 把胃搞坏的 还附带赠送了滴血糖 也是从那时起 顾志明总会在家里 衣服兜里 还有手提包里 放上几颗糖 记得身体最差的时候 我一年住了两次院 每次三个月 小半年的时光 都在医院度过了 那时候顾志明白天上班 晚上来照顾我 没有陪护床 就打地铺 经常连轴转 有时候正聊着天呢 等半天 没人回答 低头一看 地上的人 已沉沉睡去 我时常趴在床边 看着他的睡眼 怎么看都不觉得够 一想到这么好的男人 是我对象 心立刻就被塞得满满当当 出院后 他向我求了婚 我很痛快地答应了 后来才知道 他那么费心尽力地照顾我 不光是为了我 也是为了他自己 那段时间 他必须让自己忙碌起来 不能有一刻的闲暇 一旦闲下来 那如潮水般的悔意和思念 会瞬间把它淹没殆尽 面煮好后 顾志明把我抱到沙发上 仔细地吹着面 小口地喂着我吃 不知道是我病后的柔弱 激起了他的保护欲 还是因为我白天的落泪 让他内疚 总之 今晚的他格外温柔 一会给我倒杯水 一会揉揉肚子 时不时亲亲我的额头 找了个舒适的位置 把我搂在怀里 他的行动在爱我 可是 这些并不妨碍 他搂着我的时候 一边跟江曼颖发消息 顾志明 这些是我查出来觉得 比较不错的房源 小区相对正规安全 你也查查看 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安全是第一位 不用考虑价位 钱不够 我帮你出 江曼颖的消息回得很快 志明 我刚听到酒店门外 有人在敲门 怎么办 我好害怕 音音已经吓得 在我怀里缩成一团 顾志明 别紧张 把门窗都锁好 江曼颖 志明 你来陪我好不好 顾志明 阿渔不舒服 我走不开 江曼颖 好的 你好好照顾他 我一个人可以的 不得不说 他的段位真的很高 也很了解男人 他懂得 男人都不太喜欢 胡闹的女孩 但却容易心生愧疚 他没有步步紧逼 反而以退为进 看似非常懂事 实则思思绕绕 纠缠着顾志明的心 让他人在我身边 心却始终挂念着他 手机吸屏 顾志明 顾志明在我身边躺下 顺势把我圈进怀里 阿渔 要快点好起来 是真的想我好起来 还是想等我好起来后 你就可以毫无负担地 去照顾另一对母女 无所谓了 是哪种都没关系 你心里一直有他 知道这点就够了 折腾一夜 我早起熬了一锅粥 跟顾志明一起喝粥时 我有意无意地 把新房的钥匙拿出来 昨天物业给我打电话了 说今天可以去验收交房 室内空气已经都净化过了 我今天还是不舒服 你去验收吧 顾志明这几年工作很拼 级别一生再生 薪资也水涨船高 他承诺我的都做到了 先买了一套小两居 前段日子又买了一套大四房 我还记得 刚签购房合同后 他搂着我兴高采烈地 规划着每个房间的用处 这个是主卧 你不是最喜欢星星吗 我打算弄一个星空顶 一关灯就满眼星空 生两个孩子 最好一儿一女 哥哥的房间是蓝色 妹妹的房间是粉色 在弄一个电竞时 闲的时候 我们一起打打游戏 我想那一刻 他是真的有在畅想和规划 我们以后的生活吧 当时我笑眼眯眯地望着他 我都听你的 只要你爱我 那我什么都可以听你的 但是我要你心里 只有我 后来房子全部按照 顾志明的想法装修的 很漂亮 我俩都很喜欢 准备等室内空气达标后 就入住 然后怀孕生子 三年爆俩 但现在 我想赌一把 赌他心里的天秤 我和我们的宝宝 江曼颖和他女儿 好 你不用操心了 好好休息 我今天去看看 顾志明仰头 喝下最后一口粥 收拾好出门 他走后 我跟单位告了假 在江曼颖的好友申请上 点了通过 翻看他的朋友圈 最新一条动态刺眼 又扎心 找了一上午 还是这个房子最好 感谢老朋友的鼎力相助 大恩不言谢 配图照片正是我的新房 主卧的床上凌乱地摆放着他的衣服 旁边还放着行李箱 看来已经拎包入住了 如他所愿 我点了赞 去评论 喜欢吗 我的房子 我坐在新小区对面的星巴克门前 望着小区大门 像是有预感似的 大概二十分钟 顾志明和江曼颖走了出来 江曼颖笑着跟顾志明说着什么 他微微低头 眉眼温和 时不时回上两句 他们中间还夹着一个小女孩 左右手牵着顾志明和江曼颖 真是幸福的一家三口 我就这么一眨不眨地看着顾志明 他突然抬头 越过攒动的人潮 看到了我 这一刻 街边所有的声音 仿佛都被消了音 我只能听见东东的心跳声 不知是我的 还是他的 他脸上闪过慌张 跨步朝我走来 这次我笑着向他招手 但眼底一片冰凉 他跑来握住我的手 我没抽出来 能感觉到他浅浅松了口气 蔓影他刚回国 房子还没找好 所以 所以你就把我们的新家给了他 丝毫没有跟我商量 我怀孕了 顾志明 我没继续上一个话题 而是直接把臂抄单子 摆在他面前 顾志明先是一愣 随后紧紧把我抱在怀里 真的吗 阿鱼 我要当爸爸了 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我抵住他的胸膛 所以 志明 我想搬到新房子住 这里离我公私近 跟在他后面赶来的江蔓影 在听到我的话后 立刻变了脸色 先是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而后 楚楚可怜地扯着顾志明的袖子 志明 酒店我已经退了 今天真的来不及再找房子了 顾志明捏紧我的手 没事 你安心住 以后 我会接送阿鱼上下班 江蔓影道了谢 得意地冲我笑了笑 附在我耳边轻声 喜欢 喜欢吗 喜欢 江蔓影的进攻来得如此猛烈 直击心脏 我攥着拳头 拼命地 拼命地 让自己保持平静 不能冲动 沈渝 至少不是现在 再等等 再等等 第二次了 顾志明 他赢了 我输了 回家的路上 顾志明一直在找话题跟我说话 我都不想搭理 进小区前 他把车拐进了超市 买了很多菜回家 他其实很少动手做饭 但今天却格外殷勤 买了鲜花 还摆了蜡烛 在摇曳的烛火下 他抵着我的额头 跟我承诺 这次合作结束后 我不会再跟漫影联系了 房子也是让他暂住 等他找好房子 我就让他搬出去 多久 多久才能搬出去 顾志明一正 显然没想到 我会这么在意 他以为他只要稍微哄我 我就会乖乖听他的话 绝无二话 果然 他平坦的眉头再次促起 阿鱼 他不会对你的生活 有任何影响 他一个人带着孩子 刚回国 我只是力所能及 帮他一把而已 没有任何影响 他连我的心房都抢走了 这都叫没影响的话 那什么才叫有影响 等他把你也抢走 给他女儿当爸爸时 才叫对我有影响吗 我气 气自己的眼泪 这么不值钱 在外人面前 还可以假装镇定 但只要单独 跟顾志明在一起 就忍不住 志明 如果婚礼那天 江曼颖来抢婚 你会跟他走吗 他沉默了几秒 才开口 别瞎想 我心沉到海底 整个人像一条溺水的鱼 沉默的那几秒 才是正确答案 晚饭后 顾志明靠在床头疯狂 用手机购物 阿鱼 你看这个小衣服 适合宝宝 刚出生时穿 这个小奶嘴 是合断了母乳后吃 这个小被子 适合满月后 带出完的时候抱着 还有这个奶粉 是澳大利亚进口奶源 还有 还有 我看着已经被 添加九九家的购物车 轻轻摸着他的头 志明 你会是个好爸爸 他像得了夸奖的孩子 那当然 随后我俩靠在一起 把孩子从出生到上学 再到考学 出国留学 工作 乃至结婚生子的事情 都讨论了一遍 顾志明越说越兴奋 在本子上一条条 罗列着他的育儿计划 天蒙蒙亮时 我的心已经软成一片 我想再给他一次 做爸爸的机会 我柔柔地抵着他的额头 志明 下周五是我们的周年纪念日 别忘了 不会忘 那天保证陪你 顾志明做了个敬礼的首饰 心情很好 可我却笑不出来 下周五也是江曼颖的生日 你会选谁呢 顾志明 周五这天 说好一起过节的人 迟迟没等来 反倒是最不想见的人 在我运迟最严重的时候 找上门 江曼颖约我到楼下咖啡厅的时候 我正抱着马桶土的翻江倒海 我选了个大红色的口红 化了丸妆 去见他 他开口第一句话 我赢了 我不动声色 我知道今天是你们的结婚纪念日 但是他选择来陪我过生日 他把手机递到我面前 里面是他们今天一天的欢愉时光 照片里 顾志明肩上坐着江曼颖的女儿 身旁站着江曼颖 他们一起看了烟火 吃了晚餐 坐了游轮 逛了游乐场 你退出吧 志明他不爱你 他心里从没放下过我 我扑吃笑出声 眼泪都快笑出来了 你凭什么觉得他不爱我 你们在一起的那一天 是我跟前夫官宣的日子 他跟你求婚的那一天 我在朋友圈里晒了结婚证 你们的结婚纪念日 是我的生日 还需要我继续说吗 我紧咬着嘴唇 口腔里弥漫着心田的血腥 胃里又开始绞痛 一阵又一阵 让我几乎坐不住 沈渝将蔓影怜悯地看着我 我本来不想这么直白地戳穿这些事 但现在 我不得不为我和我的孩子争取一把 你们所有值得纪念的日子 都是因为我 放手吧 我再也忍不住了 冲进厕所呕吐起来 吐到最后只剩一些胃酸水 我拿出口红 染红了嘴唇 不至于让我看起来太过苍白 回到座位 江蔓影疑惑询问 去了这么久 你没事吧 没事 肚子不太舒服 我顿了顿 你刚才说的 决定权不在你 也不在我 你应该去问顾志明 而不是我 江蔓影脸色沉了沉 一阵沉默后 她勾了勾嘴角 那我们来打个赌 如果今晚她送你的礼物 是这条手链 就算我赢 如果不是 你当我今天没有来找过你 什么手链 江蔓影翻开相册 指着一张图片 这条 是我搏上这条项链的附赠品 我这条是今天跟志明一起去买的 攥着的手 愈发用力地掐着手心 我整个人都在抖 我拿上包 就往家跑 不敢停 不敢回头 回到家 顾志明已经在家里了 我看看表 是她平时下班到家的时间 今天没加班吗 我强忍恨意 尽可能地平静 没 不是说好了准时下班回来陪你吗 来看看 我给你买了什么礼物 她从我手里接过包 把我按在凳子上 是以我打开礼物 我在心里祈求了一万遍 只要不是手炼 打开之后 可偏偏她就是手炼 是江蔓影给我看的那条 第三次了 顾志明 他赢了 我输了 喜欢吗 不喜欢 我发狠 一般把手炼扔了出去 撞在玻璃门上 发出砰的一声 顾志明看着四分五裂的手炼 愣在原地 扮上后 他把手炼捡起 直接扔出窗外 我以为你会喜欢 对不起 我重新买 不用了 我累了 我起身往卧室走 顾志明抓住我的手臂 阿鱼 怎样才能不生气 你去死 死了我就不生气了 真的吗 只要我死了 你就开心了 顾志明低声喃喃 像是在问我 又像在问自己 你看 他好像很爱我 但他也好像很爱别人 正开他的手 我关上房门 给医生打了预约电话 预约了最快的流产手术 三次了 顾志明 事不过三 再次见到顾志明 已是三个月后 他脸上长满青色的胡茶 眼里全是血丝 面容疲倦 好像一下老了十岁 阿鱼 孩子 还在吗 我没有说话 平静地看着他 他一下子泄了气 瘫坐在椅子上 我听说了 他这三个月来 一直在找我 想尽各种办法找我 可他到底没有那么神通广大 一个人要想刻意藏起来 是怎么也找不到的 几分钟后 他好似给自己洗脑成功 抓住我的手 没关系 阿鱼 我们还年轻 孩子还会再有的 不会再有了 顾志明 我们离婚吧 我把离婚协议书 放在桌子中间 我的那一栏 已经签好了名字 我不要 我不理 阿鱼 我已经辞职了 新房 我也收回了 江曼颖的微信 我也删了 我知道你在意他 我以后 绝不会再跟他联系了 我 眼角的泪珠 从他脸庞滑落 你看 我在意什么 他从来都是知道的 但他不想管 他在试探 试探我的底线 到底在哪 我伸手替他试去 淡淡开口 我们在一起那天 是江曼颖 跟他前夫的官宣日 求婚那天 是他的结婚日 结婚那天 是他的生日 结婚纪念日的礼物 是他生日礼物的赠品 每一句话 都似一把锤子 猛击他的心脏 肉眼可见 他从镇定到全身颤抖 阿鱼 不是的 不是这样 智鸣 我放手了 成全了 你也放手吧 他是单身 草 顾智鸣突然激动起来 沈鱼 你到底怎么样才肯信我 我真的不爱他 我对他有同情 有念旧 有可怜 但唯独没有爱了 这些日子 我满脑子想的 都是我和你的宝宝 会是什么样 会有多可爱 多讨人喜欢 我甚至连名字 都已经想好了 你知道我刚才听到宝宝 已经走了的时候 心有多痛吗 我知道 我当然知道 我的痛比 你只多不少 但我曾给过你那么多机会 你哪怕有一次 坚定地选择我 宝宝都能平安降生 顾智鸣 是你杀了宝宝 是你 我把离婚协议书 往他面前推了推 签字吧 我不签 我不可能签的 他把离婚协议书撕掉 阿渝 之前我们一起看的宝宝的东西 我都买回家了 宝宝的房间 我也重新装修了一遍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你陪我回家看看好不好 阿 我甩开被顾智鸣拉着的手 把笔塞进他手里 我这里有这么多份 你还要继续撕吗 签字 顾智鸣 沈渝 你为什么就是不肯原谅我 我扯起笑 原谅你 那我呢 他官宣那一天 你一句试试 就占有了我 而我心甘情愿 我以为你是爱我才跟我求婚 结果是因为他跟别人结婚 这些年的付出 我以为我在你心里的位置牢不可摧 结果 他回来了 你就魂不守舍 你让我原谅 顾智鸣脸色惨白 蹲在我腿边 连连祈求 阿渝 我不爱将蔓影了 真的不爱了 我现在爱的是你 我吃笑了声 顾智鸣 我爱了你十年 你现在才开始爱我 签字吧 别让我看不起你 他最后还是在协议上签了字 但倔强地看着我 阿渝 我不会放弃你 我一定会把你重新追回来 随便你 离婚协议书上我拿走了全部婚内财产 顾智鸣没有意义 可江蔓影不愿意了 他一遍遍来找我 要求我至少分一半财产给顾智鸣 智鸣 那些都是你辛苦正下的 凭什么权给他呀 你有没考虑过我和孩子 顾智鸣坐在我对面 抬眼看着他 江蔓影 你是不是有意想证 你和你的孩子 跟我有什么关系 江蔓影一噎 缓了好久才继续开口 智鸣 就算跟我没关系 那些也是你应得的呀 既然是我应得的 那我想给谁 也跟你无关吧 眼见说不过 江蔓影走到我面前扯我 结果被顾智鸣一把推倒在地 有什么冲我来 别碰阿鱼 江蔓影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男人 智鸣 我是在帮你呀 我得意地冲他痒了痒脸 起身离开 不想看他们继续狗咬狗 半年后 我在另一个城市开了个花店 过着悠然自得的日子 秋然找到我时 我正栽着我新培育的花种 果然 离开了渣男 你人都变美了 我笑着点点头 确实 愉悦的心情有助于美容养颜 午后 秋然喝着果茶 随口说着 阿鱼 你知道 你前夫和那个女人最后闹得有多不堪吗 我给你说 我一把捂住她的嘴 不重要了 过去的人已尘封在过去 而我会有新的生活 到底还是没堵住秋然的嘴 她憋不住 按她的话说 这种天降报应的事 不分享出来 会憋出病的 为了她的身体健康 我只得洗干净耳朵 听听我走前埋下的种子 经过发酵后 结出了什么样的爽果 在秋然 喝完第三壶茶后 我终于理清了全部后续 我离开后 顾志明发疯似的 到处找我 江曼颖刚开始 还耐着性子陪伴她 试图挽回她的感情 可当她慢慢掏光了顾志明的钱后 就把手伸向了其他资源 先是以合作人的身份 抢了顾志明的客户 然后又以顾志明妻子的身份 收取了其他承销商的贿赂 不知道是谁 把顾志明和江曼颖 合伙行贿受贿的证据 直接公布在了 他们公司官网公告上 泽泽 那场面 锣鼓喧天 鞭炮齐鸣 歌舞招展 人山人海 那叫一个精彩呀 秋然的公司 就在顾志明公司楼上 且两家是对手公司 所以她吃到了第一手瓜 秋然会声会色地 向我描述着当时的场面 生怕我理解不了她的高潮点 我手指轻点着秋然的头 面上风轻云淡 一副一切已与我无关的表情 其实心里已经窃喜到不行 秋然瞧我不是很兴奋 扎了下嘴 继续讲 后来顾志明被开除了 并且公司起诉了她 让她退回非法所得 并补偿公司名誉 可她哪还有钱呢 那些钱物都不是她收的 都在江曼颖那里 顾志明去找江曼颖谈判 希望她看在往日的情分上 能把这些财物都归还公司 但已经到手的东西 江曼颖拿啃吐出来 而且她俩也没领证 法律上也不算夫妻 共同债务什么的 秋然一口气说了一大段 喘着气敏了口茶 然后呢 然后呢 我追问 见我来了兴致 秋然一复 我就知道 没有人类能抵抗八卦的诱惑 的表情愁我 然后 预知后事如何 最低零点三元开通会员 即可畅想后续精彩内容 我一把拍在桌子上 先来二百块钱的 秋然喜滋滋的 薅起钱揣进兜里 他俩具体谈了些什么 我也不大清楚 顾志明给我打电话 让我去他公寓 说他要死了 有一些东西 让我转交给你 死了 我心里一痛 手指钻紧 我宁愿他像狗一样活着 也不希望他死掉 不是因为我还爱着他 而是因为死是这世上最简单的事 活着 生不如死地活着 让愧疚和悔意 一点一点爬满他的全身 腐蚀他的内脏 让他痛入骨髓 却又毫无办法 这样我才能畅快 秋然大咧咧地包着花生 丝毫没注意到 我脸上千变万化的表情 你放心 他没死成 可能最后谈崩了 他跟江曼颖动了手 双方各有损伤 江曼颖掉了孩子 被开水烫伤了脸 毁了容 而顾志明则伤了生殖器 这辈子没有生育能力了 也就是说 你留掉的那个孩子 是他这辈子唯一的孩子 我松开了紧握的手 喜色重回脸上 突然秋然神秘兮兮地凑近我 我后面去打听了下 江曼颖当时怀孕了 他本来想靠着这个孩子 让顾志明承担下所有的罪责 还不上前 就乖乖去坐牢 他会好好养育他们的孩子 结果顾志明说 他在你走后 就去做了劫杂手术 而且我去的时候 在顾志明手机上贴见了江曼颖 和他们公司老总的亲密照 斯 也不知道顾志明从哪来的照片 我嘴角上扬 缓缓地包了两颗板栗 放在秋然手里 然后呢 然后我赶紧打了120 他俩一个倒在血泊里 动弹不得 一个捂着下体痛苦不堪 去医院的路上 顾志明给了我一个玉环 让我转交给你 他说他对不起你 如果你不原谅他 他死都不能安生 我知道是哪个玉环 那是我和他一周年的礼物 是一段 顾志明那个是个环 而我的是个扣 寓意环环相扣 生生不息 我的扣我带走了 本想留作纪念 结果刚搬来就丢了 许是天意暗示我 要彻底摆脱过去 玉环呢 我扔了 这么脏的东西 我可不会带给你 你想啊 姜曼颖为什么会用孩子 威胁顾志明 嘖嘖 狗男人真脏 我一个巴掌 朝秋然拍过去 扔得漂亮 在奖励二百 秋然吐出嘴里的瓜子皮 直接伸手把我收银台的零钱 都拿了去 谢谢老板 那老板 我继续讲了 后面更精彩 孩子掉了 姜曼颖并没有很伤心 但是她脸毁了 这可要了她的老命了 她重度烫伤 医生说需要直皮 而人体是有排斥反应的 所以最好是移植直系亲属的皮 这个不要脸的 竟然打起了她自己女儿的主意 她要求她女儿把背上的整张皮都移植给她 可怜小姑娘吓得不敢回家 也不敢去学校 后来女孩父亲知道了这件事 从国外赶来骂了姜曼颖一顿 把女孩接走了 姜曼颖气得发狂 却又不敢跟她前夫对峙 正说着 丘然突然冲我皎洁一笑 你猜她最后移植了什么皮 猪皮 错 是猴皮 哈哈哈哈 她现在满脸是毛 丑陋不堪 最引以为傲的脸 现在却成为她最羞于奇耻的存在 生怕我不信 丘然还拿出照片让我看 果真丑得千奇百怪 她从顾志明手里弄到的那些钱 都花在整容上了 顾志明拿不到钱 被法院强制执行了 算算日子 现在应该已经进去两周了吧 一个没了升职能力 又坐过牢的废人 这辈子算是毁了 丘然摇头审笑 端起茶艺饮而尽 怎么样 老板 这钱花得不亏吧 我嘴角咧到耳朵根 不亏不亏 那你想不想知道 是谁给顾志明公司发的邮件 又是谁给顾志明发的江曼颖 和老总的亲密照 啊 丘然大叫一声 不会是 我忙不迭 上前捂住他的嘴 巧声道 是我 我从不相信恶人自有天收 欠我的 总是要还的 只终究包不住火 这些年 我待在顾志明身边 做他的闲内住 重要项目的文件书里 顾志明的行程安排 都是我在后面默默无闻地处理着 很多事情只要稍微用心打听 真相就会浮出水面 可惜顾志明之前太骄傲了 骄傲到连最基本的食人断性都不会了 丘然撇撇嘴 这么好玩的事 你竟然瞒我这么久 那你现在不用再躲顾志明了 可以开启新生活了 可不只是新生活 而是美好新生活 我看了眼表 笑着扭头望向门外 算着点 可爱弟弟也该来送花了 正想着 花店进来一个开朗帅气的男生 姐姐 我来送花